好累啊 怎麼這麼累啊 就是這樣吧 先看看神 你看看 可不可惡 馬上精神了 可惡可惡 但養個小孩差不多500萬 你準備好了嗎 那倒是呀 子女越來越大就越來越多錢花 平時也有儲錢投資 不過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到 短期又穩當的理財方向 喂 看球 喂 誰撒我們 這麼厲害 什麼方法 為了對子女就攝取挑戰 看看有沒有 嘩 這麼大個旗盤 等我都想一下為家人要設一個怎樣的理財目標 原來開立U-Banking戶口完成簡單要求 就可以得到600元信用卡現金獎賞 等我向目標出發 接拍BB廣告 接拍BB廣告 沒有難度 可以賺高息 差點忘記要幫女兒交興趣班學費 不要緊 U-Banking可以設置自動轉賬繳費 每個設置可以賺100元現金獎賞 總獎賞高達1000元 這樣就可以一邊付錢 一邊賺U-Points 還可以省很多時間 買一對新籃球鞋 即場示範插花 買一對新籃球鞋 即場示範插花 以示作 平時有些儲蓄我都會做少少投資 大新證券戶口可以賺多100元 頭三個月證券買入零佣金 還可以網上營購基金 真的很方便 女女收到3000元勵志錢 分享處理心得 很多家長都會幫小朋友保持勵志錢 我就會鼓勵女女自己培養儲蓄的習慣 做家長的就從旁交道和協助 例如是 開始一些卡通人物為主題的儲蓄戶口 小朋友一定喜歡 你選擇嗎? 是一條問題 家裡多了一個新成員 你覺得送什麼給家人是最好的禮物? A.答應家人每年去一次旅行 B.投保人壽保險計劃 給家人生活最好的保障 很難選擇 我會選B 去旅行雖然很開心 但長遠來說 給他們一份承諾和保障才是最好的禮物 果然沒有選錯 終於完成我一年的U型跑道了 到底我達成我的目標了嗎? 太好了 讓我回去跟老婆說一下 U Banking戶口怎樣幫到我 這個戶口有高存款利息 U Points 證券基金保險外幣 還有iPay支付平台 各樣都幫到我未來的計劃 錢想怎樣投資就怎樣投資 支出想怎樣Pay就怎樣Pay 獎賞想想怎樣賺就怎樣賺 當然會繼續用U Banking 還可以一路儲存U Points 而且年期越長 可以兌換的現金就越高 例如五年或以上 每一個U Points 就可以兌換5元信用卡現金獎賞 Smart住理財沒有難度 子女越來越大 洗費都越來越多 將來家裡還可能有很多 突如其來的支出 幸好有U Banking這個理財 投資的好搭檔 加上及早規劃 理財跑道一定可以保持這麼順暢 借定不借 還得到先好借